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四 第十一至十五集 承骁,请你当我复飞后第一趟航班的副驾驶 上一天,顾南亭打消了承骁的顾虑 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呢? 第二天,承骁在家休息 接到顾南亭的电话 承骁,上午医生检查说我可以飞行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想请你当我恢复飞行后第一趟航班的副驾驶 可以吗? 顾部长,这么重要的航班 我当然希望可以跟你一起飞了 那好,我安排人员调整排班表 顾教员,你竟然以权谋私 我这不是以权谋私 我有段时间不飞了 选择一位经验丰富 且跟我配合默契的副驾驶更有利于飞行安全 那是,谁能比我跟你更有默契呢? 那先这样,我挂了 顾南亭挂了电话,就给排班组打电话 到了顾南亭复飞的这天 顾机长,你不要再照镜子了 已经很帅了 今天是我复飞的日子 得整理好自己的仪容 知道今天对你很重要 但是再不走就迟到了 顾南亭和承骁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 出发去公司 机组成员和乘务组集合完毕 顾南亭简短地介绍了本次航班的情况 中途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 大家乘坐中巴车到达机场 送送,你过来一下 顾南亭喊送送 南亭哥,什么事? 帮我和承骁照张相 顾南亭拉着承骁走到飞机跟前 顾机长,你之前不是还嫌弃我跟飞机照相吗? 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刻,应该拍照留个纪念 南亭哥,萧姐,你俩快点站好 送送给顾南亭和承骁拍照 南亭哥,你看下可以吗? 顾南亭看了看照片,挺好的,谢谢 南亭 倪战,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今天是你赴飞后第一趟航班 所以特意交代机务部 给你们这趟航班安排了第191 谢谢 顾南亭拍了拍倪战的肩膀 战哥,谢谢你 承骁跟倪战打了个招呼 一切准备就绪,飞机起飞了 倪战在地面向飞机招手 他替顾南亭感到高兴 之前他也很担心因为眼睛的问题 顾南亭没办法再继续飞行了 现在看着他的好兄弟又可以飞行了 真是太好了 途中一切顺利,飞机停稳降落 承骁深情地看着顾南亭 顾机长,真为你感到高兴 顾南亭拉住承骁的手 之前我们约定好要一起飞第191 虽然首航的时候没有一起飞 但是今天是我复飞后的第一次飞行 我们一起飞了第191 虽然迟了几个月 也算实现了之前的约定 肖肖,谢谢你,陪我一起 顾机长,虽然有段时间没有飞了 但是你今天表现依然很棒 南亭哥,肖姐 我还在这呢 你俩不能当我不存在啊 宋宋,也要谢谢你 今天这趟航班,我特意让安排的 咱们三个一起 南亭哥,能看到你再次飞行 真的替你高兴 那个你和肖姐要不先下飞机 我自己一个人收拾驾驶室 我可不想当电灯泡了 顾南亭和程骁来到客舱 询问乘务长今天客舱的情况 顾机长,客舱情况良好 好的,辛苦大家了 回酒店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早搬回 说完顾南亭和程骁下了飞机 骁骁,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现在在哪个城市 青岛呀 青岛 顾南亭故意再次问程骁 咱们相处交往也有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考虑该给我一个身份了 什么意思 在阿姨的心里 我可是拉女下属手的男领导位 顾教员,我都没有准备 也不知道爸妈在不在家 择日不如撞日 如果叔叔阿姨在 就今天了 好吧,那你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问问 顾南亭正式拜访程骁父母 程骁被顾南亭突然的计划 弄得有点措手不及 他们交往时间也不短了 是应该带他回去见见父母了 爸,你和我妈在家呢 骁骁呀 我在法院呢 今天临时通知让来开会 你妈在家呢 爸,我今天的航班 是陆舟到青岛的 航空管制 明天一早才返程 晚上我想带男朋友回家 看看你和我妈 是小姑 嗯 爸那你先忙 我跟我妈联系一下 萧萧 那一会儿家里见 拜拜 程骁挂了电话后 给程母打电话 方律师 萧萧呀 怎么这个时间打电话 有事 妈 我现在在青岛呢 航空管制明天才飞 晚上我想带顾南婷 回家看看你和爸 小姑也在啊 那你们回来吧 我在家等你们 程骁给父母打完电话 走向顾南婷 顾娇员 咱们走吧 我妈在家 萧萧 你家附近有没有商场 或者大超市 我第一次去你家 得给叔叔阿姨买点礼物 行 那我先带你去商场 顾南婷拉着程骁的手 在商场逛 叔叔平时喜欢喝茶吗 我爸平时挺爱喝茶的 顾南婷和程骁 来到一个茶叶店 在店内逛了一圈 顾南婷看上了一款礼盒 和一款茶具 服务员 这两个打包 买单 好的 先生 请稍等 顾南婷和程骁提着东西 走出了茶叶店 给阿姨买燕窝怎么样 好 顾南婷和程骁来到燕窝店 看中了一款礼盒 还有一个更展套装 服务员 这两个 买单 买完东西 顾南婷和程骁一起回家 走到程骁家门口 萧骁 你家条件这么好 原来我的女朋友是富二代 顾教员 你取笑我呢 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 比较富裕 但我可不是什么富二代 也没有家族企业 妈 快开门 我回来了 程母听到敲门声开门 萧骁回来了 小顾也来了 阿姨 你好 快进来吧 小顾 欢迎你来 这时候 程妇从书房走出来 小顾 萧骁 你们来沙发这里坐 叔叔 我听程骁说 你喜欢喝茶 就给您买了一盒茶叶和一套茶具 顾南婷将礼盒递给程妇 小顾 你来就好 不用这么客气 阿姨 我给您买了燕窝 说完 把燕窝递给了程母 小顾你太客气了 谢谢你的礼物 小顾 来喝杯茶 程妇给顾南婷倒了一杯茶 谢谢叔叔 叔叔 阿姨 我这次来 是想正式地拜访您二位 我跟程骁现在在交往 希望您二位能同意 程妇看了看程母 对顾南婷说 我们就萧萧这么一个女儿 一直想让她留在青岛工作 结果她去了陆中 当了飞行员 其实我们不是很支持她当飞行员 后来看到她工作非常出色 也很热爱这份工作 我和她妈妈也就不再反对了 一个人在陆中 我和她妈妈真的是非常牵挂她 听到程妇这么说 程骁有点感动 爸 你说这些干嘛 程妇拍了拍程骁的手 小顾 上次我们去陆中 我和她妈妈觉得 你这个孩子挺有责任心的 年纪比萧萧大 对萧萧也挺照顾的 小顾呀 我和她爸支持你们两个交往 萧萧一个人在陆中 阿姨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什么事情商量着来 叔叔 阿姨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程骁的 妈 现在南婷不是拉女下属手的领导了 听到这句话 四个人都笑了 好了好了 我去做饭 程妇说完 向厨房走去 叔叔 我给您打下手吧 顾南婷也起身去厨房 客厅里剩下程母和程骁 萧萧 你和小姑交往 有一个人能照顾你 妈妈也放心了 妈 我一个人在陆中 你不用担心的 现在有南婷 你更不用担心了 母女俩聊着贴心话 吃饭了 程妇端着菜 喊程骁母女 四个人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非常温馨 萧萧说 程妇看中了倪战 顾南婷心里不是滋味 一顿饭 在愉快温馨的氛围中结束了 顾南婷起身收拾碗筷 准备洗碗 小姑 你第一次上我们家 以后来再洗碗 过来坐 程妇喊顾南婷 一起去沙发上坐 叔叔 还是我和程骁一起收拾吧 您和阿姨去沙发休息 爸 您放心 我洗碗 南婷她就在旁边陪我说说话 程骁说完 就开始动手收拾碗筷 就让他们年轻人干吧 咱们去歇会儿 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程妇对程妇说完 起身去了客厅 厨房中 程骁在洗碗 顾南婷站在旁边 顾教员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之前也见过叔叔阿姨 不算特别陌生 今天来家里 叔叔阿姨又特别热情 顾教员 其实我爸妈特别喜欢你 尤其是我妈 你跟我表白完 我拒绝了你 后来 我妈就一直跟我讲 小姑人挺好的 对我也比较好 让我认真考虑 不要错过 这样呀 那我真得谢谢阿姨的助攻 你也别高兴 你猜我爸跟我提过谁 猜不到 站格 顾南婷听到程潇 说出迷站的名字 心里充满了疑惑 还有点不适滋味 还记得之前 因为我妈生定 我准备休假回家的事呢 当然记得 叔叔还找过我 让我劝你辞职 那天我跟你请完假 从公司出来 就和我爸去逛了商场 买了很多东西 在路边打车 等了好久都没打到车 正好站格路过那里 看到我们 就开车 送我和我爸回家 路上 我爸和站格聊天 知道站格是特意绕路送的我们 而且站格单身 站格给我爸的第一印象 就很好咯 回到家 我爸就跟我商量 让站格假扮我的男朋友 告诉我妈 我有男朋友了 情况大致什么样 可以放心 我一个人在路州了 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还奇怪 你怎么突然不休假了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妈一直以为 我和站格在交往 是后来到了路州 才知道 是我和我爸骗他 不过 我爸对站格的印象 始终不错 当我拒绝你之后 我爸还提议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站格 顾男婷听完 心里五味杂陈 一站作为好兄弟 之前喜欢程霄 也光明磊落 直白地告诉了自己 后来知道 程霄和自己交往 也没有做出 任何过分的行为 可是喜欢一个人 不是说放下 就能立刻放下的 需要时间 现在知道 叔叔对倪站印象还不错 曾经还鼓励过 程霄和他交往 顾男婷心里总是 有些不舒服 厨房收拾完后 程霄和顾男婷 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九点多了 程霄说 爸妈 我们得回酒店了 明天一早六点的航班 机组人员统一 从酒店出发去机场 男婷是领导 需要以身作则 小顾 萧萧 那你俩赶快打车回酒店吧 你们飞行员的 睡眠时间要保证 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安全 程副说完 和程母一起送程霄和顾男婷 回到酒店 根据公司安排 顾男婷一间房间 程霄一间房间 二人各自回到房间 程霄洗漱完 躺在床上 想到今天晚上顾男婷的样子 对于战哥他心里 可能还有些疙瘩 拿起手机 给顾男婷发了一条微信 顾教员 睡了吗 顾男婷躺在床上 听到手机响 看到程霄的信息 回了一条还没 战哥 人很好 但是当我知道 战哥喜欢我的时候 我没等他说出口 就委婉地拒绝了他 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交往 可是我喜欢你 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我懂 之前是我做得不好 不管面对自己的内心 没有处理好 我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至于倪战 他知道我们在交往 就一定会慢慢放下 作为兄弟 我还是了解他的 顾教员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 回头我和夏至还有宋宋 搜罗搜罗身边单身的女性 介绍给战哥 让他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 一战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瞎操心了 感情的事情 自己处理比较好 顾教员 你不懂 如果自己能处理 战哥怎么到现在还单身 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情了 早点休息 飞行员要保证睡眠时间 知道了 晚安 一战邂逅了一位女孩 第二天一早 顾南婷带着机组成员返航 飞机上 顾南婷 承骁 送送在驾驶室 小姐 我和夏至的婚礼时间定了 9月6号 太好了 夏夏怎么也没跟我说 是前天定的 昨天我俩都有航班 他还没来及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夏夏 我一定准备一份大礼 顾教员 你必须得去 对对 南婷哥也一定要来 顾南婷看着宋宋和承骁 好好 我一定去 落地后 宋宋因为筹备婚礼 早早下机了 承骁和顾南婷收拾驾驶室 顾教员 回家吧 好 去开车 一转眼就到了夏至和送送婚礼这天 承骁虽然不是伴娘 作为夏至的闺蜜 还是早早去酒店 陪夏至化妆准备 顾南婷反正也要参加婚礼 也就陪着承骁一起 到了后 承骁去找夏至 顾南婷去了新郎休息室 潇潇 你来了 怎么样 紧张不紧张 紧张呗 化妆失到了吗 我看你还没化妆 宇恒和乔正宇去接了 应该快到了 话音刚落 宇恒 乔正宇 还有化妆师 就敲门进来了 萧姐来了 宇恒和乔正宇一起 宇恒 乔哥 萧姐 我去看看送送 你们聊 说完 乔正宇就走了 化妆师开始给夏至化妆 宇恒去换伴娘服 承骁在旁边 帮夏至准备衣服和首饰 夏夏 亲友团你还邀请了谁 还有一个 也是我的好朋友 做传媒的 之前那个飞行安全的宣传片 就是他帮我的 他昨天出差刚回来 离酒店比较远 稍微晚点到 新郎休息室这边 宋宋 顾南亭 还有乔正宇 因为宇恒是伴娘 所以夏至就让宋宋 就找了乔正宇当伴郎 南亭哥 你看我跟夏至今天都办婚礼了 你和萧姐到哪一步了 前段时间 我刚见完程萧爸妈 南亭哥 不是我说你 你这节奏也太慢了 你看乔哥 跟宇恒才认识多久 人家也已经见完家长了 郑宇 你见过宇恒父母了 南亭哥 上个月见的 他爸妈对我还算满意 那挺好 祝福你和宇恒 谢谢南亭哥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说你和萧姐呢 你咋还关心起乔哥来了 不着急 慢慢来 南亭哥 你快把我丑死了 好了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要老说我的事了 我心里有数 亲友团都到了吗 湛哥 本来早来了 临时有点事 说完一会儿 酒店门口 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 两位陌生人 一前一后走进酒店 女士在前 男士在后 酒店大厅地板太亮了 有一点谁也看不到 女士穿着高跟鞋 踩到水上 脚下一滑 就在要摔倒的时候 后面的男士扶了一把 谢谢 女孩有点慌张 又有点尴尬 不客气 说完二人各自进了电梯 新娘休息室这边 文静 你来了 夏夏 你今天真美 恭喜恭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程潇 飞行员 机长 这是李宇恒 程务长 程潇 宇恒 你们好 我叫文静 广告设计师 文静 你好 四个女孩 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不亦乐乎 新郎休息室这边 送送 不好意思 来晚了 今天很帅 战哥 你来了 一战 南亭 郑宇 四个人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婚礼就要开始了 程潇和文静不是伴娘 所以就去大厅坐下 顾南亭和倪战不是伴郎 也来到大厅 是你 倪战对文静说 是你 文静对倪战说 你们俩什么情况 程潇看着文静和倪战 文静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刚刚在大厅 发生了一场邂逅 倪战抢先说 什么邂逅 程潇好奇地问 顾南亭看出了自己兄弟的尴尬 拉着程潇说婚礼马上开始了 我们俩坐这里 说着和程潇坐下了 文静 是吧 嗯 坐吧 好 谢谢 一站坐顾南亭旁边 程潇的旁边是过道 所以文静只能坐倪战旁边 程潇小声对顾南亭说 你干嘛拉我坐这 让文静坐站阁旁边 顾南亭觉得 程潇平时挺会察言观色的 今天怎么这么迟钝 在程潇耳边小声说 你之前不是说 要给倪战介绍女朋友吗 我再帮你 他俩有情况 你没看出来 倪战的局促不安吗 他什么时候这样过 程潇若有所思地说 顾南亭试探程潇 夏至和宋宋的婚礼 正式开始了 夏至的爸爸 将夏至的手 交给宋宋之后就下台了 主持人 现在请新郎说结婚誓词 宋宋深情地看着夏至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撞掉了你的耳钉 你把我骂了一顿 此后很长时间 我们互看不顺眼 后来接触多了 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姑娘 你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我跟你们两个女孩合租 少了很多尴尬 不知不觉 我发现已经喜欢上你了 飞行员的工作 决定了未来我们的生活会 巨少离多 但是我会把不工作的时间 都用来陪伴你 余生 不离不弃 携手同行 夏至听完宋宋的话 眼含泪水 主持人 现在请新娘 说出结婚誓词 夏至平复了一下心情 看着宋宋 宋小妮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讨厌你 这么讨厌的人 竟然成为我的室友 我的世界都快崩塌了 后来我发现 你很会做饭 也很会照顾人 我脾气不好 你经常包容我 慢慢的我发现 习惯了生活中有你 飞行员的工作 总是在天上飞 没有关系 我可以陪你一起飞 我们可以把每一次飞行 都当做旅行 余生 相濡以沫 白头到老 宋宋听完夏至的话 感动得拉起夏至的手 台下 程潇小声对顾南婷说 夏至和宋宋 能走到一起 真好 主持人 下面请新郎新娘 交换戒指 婚礼按照流程 一项一项地进行着 主持人 现在请新娘扔捧花 台下没有结婚的女生 都可以上来 看谁能接到捧花 程潇本来不是很愿意上去 可是夏至送送都在喊她 夏至 现在 我要扔了 准备好了吗 台上的女生都在抢捧花 程潇反而躲开了 最后是宇恒接到 顾南婷在台下不解地看着程潇 她和程潇的感情比较稳定 程潇的反应让她有点疑惑 乔正宇看到宇恒接到捧花 心里开心极了 他们的婚期看来可以提上日程了 酒宴开始了 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 新人则一桌一桌地敬酒 乔正宇和宇恒陪着宋宋和夏至 敬完双方长辈 他们来到这桌 宋宋对老蔡说 师傅 谢谢您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和夏至敬您 老蔡 宋宋 恭喜恭喜 祝你和小夏幸福 夏至 爱经理 谢谢您和谢部长 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和宋宋敬您二位 爱家 夏至 宋宋 恭喜 祝您的幸福 宋宋 南亭哥 宵姐 感谢 希望早日可以参加二位的婚礼 承宵有点不好意思 也有得尴尬 顾南亭 宋宋 夏至 恭喜二位 祝福你们白头到老 宋宋和夏至 一一给桌上的客人敬酒 婚礼也热热闹闹地结束了 顾南亭和承宵开车回到家 承宵坐在沙发上 对顾南亭说 今天什么也没有干 但还挺累的 我得好好休息休息 承宵看到顾南亭欲言又止的样子 问顾教员 你有话要说 顾南亭试探地说 萧萧 我问你 今天大家都在抢捧花 你为什么躲开 因为我还不想结婚呀 承宵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 你的意思是你跟我交往 不是奔着结婚 当然不是了 我对待感情很认真的 你觉得我们的感情还不是很稳定 也不是 我觉得我们感情挺好的 那就是你对我还有不满意 都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顾教员 我对待我们的感情很认真 自从开始交往 你对我很好 我们两个的感情也很好 一个飞行员需要经历观察员 副驾驶 代理机长 最终才能成为机长 婚姻也是如此 我认为两个人需要经历相识 相爱 相处 磨合好了 经历时长够了 再结婚 这样结婚后 两个人因为之前的磨合 矛盾会少 婚姻才会幸福 好 我愿意与你一起慢慢磨合 说完 顾南亭把承宵揽入怀中 我愿意与你